教师研习实数统计表这一题 那打开之后的话呢 它总共有两个工作表 一个工作表是 可能是这个系上总共有20位老师 那他有参加那个研习的实数 要帮我统计到前面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总共参加人数14个 但是系上的老师有20个 也就是说其实有6位老师没参加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说 到底他们哪些老师有参加 哪些老师没参加 那参加的实数各是多少的话 那这个地方当然 以前的做法你可能必须怎么样 必须要一个一个去看 比如说我李世远这个老师 我必须把他的实数 放到前面他这个人的后面 OK那变成说你可能要人工的方式来看 1.5要把它移到 移到这个地方来 1.5 那实际上当然很麻烦 比如说如果你用人工来看的话 那下一个老师可能陈世杰3个小时 那你可能要找到陈世杰这个老师 然后把它填上去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 我们如果两个工作表里面 那我只需要 我希望怎么样 把他的资料放过来 那前提是什么呢 前提是 他的这个名字跟这个后面的这个名字 如果相等的话 那就帮我把这个实数给放到这边来 那这个地方要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先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函数 可以帮我完成这件事情 那你如果不会在土法链钢 土法链钢真的很浪费时间 那以后你们如果到职场上面 或者一般工作上面 你会发现常常会有这些工作上的需求 就是这边有一个名字 那我要必须在另外一个工作表 去找到他的另外一个资料 把它放过来的时候 那你就需要什么 想一些所谓的函数 所以插入函数里面 有没有什么函数 可以帮我完成这件事情 那就这一题的重点 OK 第一个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的实数 只有一个 就是入门教学 那再来第二个部分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呢 又办了第二次研习 这一次是入门研习 那如果说我再来的话呢 我再办一个进阶研习 那进阶研习的话呢 总共假设了 有两个老师 第一个老师跟最后一个老师 如果没有参加 那实数的话两个小时 那我要怎么再增加这个资料最快 其实很简单 就第一个 请你把序责二复制一下 复制一个一样的工作表 那最简单的话 拖拉有没有 加一个Ctrl键 你把Ctrl 拖拉的同时 加一个Ctrl键 它就会有个加号 放开 那这边就会出现 序责二 刮虎二 就是跟它一模一样的 那我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三 序责三 所以序责一二三 OK 那如果我今天呢 变成办了另外一场研习 然后它的名称呢 而不叫进阶 而不叫入门 叫进阶 所以把这个名称改成进阶 那有两个老师没参加 所以哪两个老师没参加 第一个老师跟最后一个老师没参加 第一个他没参加嘛 所以我把它按右键删除它 OK 然后这个老师也没参加 最后一个老师也没参加 头跟尾老师没参加 把他编号编上 不是像你一二三慢慢填 其实很简单一个方法 你按输入一就可以了 他往下拉 他往下拉的话 他会怎么样 他会都是一对不对 不是哦 关键地方 你向下拉的时候同时怎么样 多按Ctrl键 特别之后 如果你没有按Ctrl键 是一样的 但如果你按Ctrl键会怎么样 不是他会加一 有没有 OK特别之后 这个也是一定要会的 不然以后你用Excel 居然在慢慢在跟你编号 那实在就等于你根本不会用Excel 对不对 这其实是很基本的技巧 特别之后 如果你要什么加一的话 记得按Ctrl键 有没有放在这个黑色空点上面 按住Ctrl键 你会按住的时候呢 他的什么呢 加号右上角都一个小加号 表示说他会帮你加一 OK 那你就把他往下拉就可以了 这样就OK了 那这边时数的话呢 全部每一个人等于进阶都两个小时 那两个小时的话就把原来的时数清掉 把它改成两个小时 那其实全部两个小时你就不要按加号 你就只要把他往下拉 每个人都两个小时 OK 所以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啊 也就是我们第一次入门的时数 如果我希望把他加到前面来的话 怎么做 那不是吧 现在呢更复杂了 又多了一个进阶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入门跟进阶 他这些老师 他有参加 而且参加入门跟进阶的总时数 都帮我加到前面的话 那这地方又该怎么做比较快 那未来当然了 就像你们的成绩也是一样 比如有第一次成绩 第二第三次 那如果我希望把总分加起来的话 那真的很麻烦 对不对 OK 所以那就像我要计算你们的成绩一样 如果我不会用Excel 那说真的 太浪费人吗 光你们的成绩 我都算了非常非常久 所以我一定要想出一个好方法 就是基层姐来把Excel学好就好了 所以你会发现把Excel学好 你的工作变得轻松了 因为现在每个人都会用到Excel 你像我要算成绩好了 像每个老师算成绩 你们一个班六十几个人 六十几个人我怎么算 所以我 那而且不只还要算 还要算精确 不能算错 算错到够交出去我更麻烦 而且还要公平 其实我还在想说 到底用什么评量方式 可以评量出你们是真的认真的 我也很在乎这件事 当然不可能说百分之一百客观 不过基本上尽量客观 OK 你有多少努力 我给你多少分数 OK 那最重要的还是要用对方 如果你用对方法很快 可以把这个结果做出来 所以待会儿